欢迎大家观看最新一期的美南大咖谈 我是主持人Sky 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了一位影帝 先请这位影帝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Hunter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谢谢大家 对于我们休斯顿的朋友 Hunter可能有一点陌生 但是大家如果观看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以后 就会对他有一种由衷的佩服和感受 因为我们Hunter先生刚荣获了 蒙大拿国际电影节的影帝殊荣 对于这个影帝来说 我知道肯定是有很多的汗水包含在里面 所以请Hunter先生给我们大家大概讲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过程 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我那也是今年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 当时休斯顿的富凯老师 就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 说你有没有兴趣去接这么一场戏 那我说那行 谢谢您给我了我这一次机会 那我就让我去试试去吧 那么我就去认真了准备了 然后我去试镜 试完镜以后呢 隔了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富凯老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那你就来吧 我们很希望你来扮演这个角色 觉得你从气质和感觉上呢 很符合这个角色 好那我就 开始认真地投入准备了 大概用了 我们用了15到20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个电影的拍摄 最后呢这个电影拍摄的很成功 我们还这个片子 而且还入围了门大拿的国际电影节 15到20天拍摄成功 那时间倒是挺快的 对 现在电影的拍摄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15到20天时间 因为现在都是讲快 动作快了才能去把这个片子做好的 对 那就是这个电影呢 对您来说 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拍这个片子吧 当时我拿到这个剧本吧 我就一看这个剧本 我一看 他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 他是身患绝症 然后呢 他的女儿在美国念书 他想利用到美国 特别是到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这个安德森癌症中心 去看病这个机会呢 一方面是治病 一方面呢 就是能够去看看女儿 然后最希望的是能够和女儿 能够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共识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是蛮有挑战的 因为第一个呢 就是要扮演一个身患绝症的人 她已经对生活是失去了希望 但是她又充满了希望 对 心灵被受煎熬 身体也被受煎熬 对 是这样的 观众朋友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爱有所依 对 爱有所依 依就是医生的依 依就是医治的依 治疗的意思 就是说爱也是会 就是说 也是需要治愈 需要沟通的 这么一种 就是说一种情怀 一种情节 然后呢 来演绎这么一场 就是说一个家庭的一个故事 对 那根据这个电影来说呢 现在获奖 就是您拿了 原地 对 我就是通过这个电影 我拿到了就是 美国门塔纳国际电影节的 这个最佳表演奖 对 可以给我们大概讲一下 这个蒙大纳电影节的历史啊 或者是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著名的电影 蒙大纳国际电影节呢 是这样子 它呢 是 就是在美国的蒙大纳州 然后呢 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 Butte 中文讲叫比优特 这个地方呢 曾经是 非常著名的一个城镇 因为它在200年前呢 它这个地方是盛产 铜矿和凝矿 所以在一个小小的城镇上呢 它竟然当时 在200年前就是聚集了有十几万的人口 但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 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 然后 所以我到这个城市去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 它那儿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树的一个碑 The richest here On the earth 最富有的城镇 在地球上最富有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村庄 就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 我心想啊呀 这可能就是一个荒郊野岭的 兔子不拉屎的地 结果去了以后 就是大吃一惊 全都是很漂亮 很漂亮那个 那个就是红砖房子 特别是让我想起了 好像 就是我十几年前 住在纽约的时候 所感受到的 纽约的那种 就是说 这个这种街景的这种 这种感觉了 非常非常漂亮的红砖房 而且那个绿化呀 什么都搞得很好的 在这个小城上 然后呢 因为可能就是因为 各种原因 就是说人口的流失 年轻人都不愿意 待在这个老镇上呆着了 都走了 这老镇上没多少人 所以呢 现在没有多少人口 然后呢 都是这些老年人 结果房租啊 各方面啊 那个生活的 这个各方面的条件 也都非常的便宜 结果呢 就是十几年前呢 据他们告诉我 十几年前呢 就是很多来自美国 各地的艺术家 包括全世界 包括加拿大 一些各地的 这些澳大利亚的 一些艺术家呢 就开始聚集到 这个小烫上去了 然后呢 就把这个小烫呢 形成了一个 有一定规模的 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小镇 有画廊啊 有那个摄影的这个 还有一些酒吧呀 一些电影的学校啊 一些影视的学院呢 这样一些 这么一个规模的 一个地方 文艺青年聚集地 对 但也不完全是 文艺青年 有很多专业的 这个艺术家园 也在那个地方 汇集 那么 一些年前呢 就是说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就形成了一个 门塔纳国际电影节 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自主性电影的 一个盛会 制作的这么一个盛会 这每年都是有很多 全世界都有 好几百个电影 会汇总到这个电影节 所以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对 我记得您当时 上台领奖的时候 获奖感言 您说的还是中文 对 就是我呢 当时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这次的 获奖呢 也好 就是说 有很多亚洲的电影 但是呢 中国电影 在整个门塔纳国际电影节上 中国人得奖 包括是最佳表演奖 应该是第一次 那么 我觉得在这么大一个 国际性的一个电影节 的一个盛会上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一定要用中文来发言 我要用中文 去感谢 我的观众 我的父母 我的亲人 和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 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 对 做我们华人的骄傲 然后我也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是怎样步入影视这个行业 我是怎么步入影视这个行业的 其实呢 我是从小呢 我就是生活在一个 出生在一个 就是文艺的家庭里面 我家里有很多是 搞定 创作 编剧 导演 包括 作曲家 比如说 门离出生 比如说当时 中国大陆是有革命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 写那个 就是 林海雪原 有一个 上山打虎 这个 打虎上山 打虎上山 这个 的作曲 就是我的姑父 作曲的 包括 可能比较有名的一个 曲子 比如说 明月千里 即相思 的 诗曲作者 也就是我的 家里人 所以您就是有很好的这个氛围 对 我就是从小受了 很多的这个 影响 包括我自己的这个童年的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片场里面 读过 所以就是耳闻目睹 就非常的喜欢演戏 我记得 Hunter先生 以前小时候也是童星 参演过一些 影视剧作品 对 这个童星的话呢 当时你是怎样 领悟这个演戏 童星 对 童星其实我是 算不上童星 但是呢 就是说 有这样的机会 去参加了一些 当时的 影视作品的拍摄 比较有名的 就是说 就是说像 谢景导演的 阿姚兰 然后 白晨的 十天 当时十天 是和那个 祝星运 就是演潘东子 那个祝星运 一起共演的 包括 稍微再大一点呢 是参加了一个 就是 由 王福林先生拍的 一个少年曹雪芹的 一个电视剧的 一个主演 后来呢 王福林先生 也是希望我去 加入到 这个《红楼梦》的 这个拍摄当中去 但是呢 这件事呢 是没有成 但是给了我很大的 这样的一些机会 让我能够 在童年的时候呢 就接触到 去拍摄电影 拍摄电视剧 对 我很好奇 就是年龄比较小的时候 您是怎样领悟这个剧本 其实 说这个表演的时候呢 我觉得 很多 很多人说 一定要经过 非常专业的训练 才能去当好一个演员 我在很大程度上呢 我是赞同也不赞同 因为的的确确在 演员的表演上 节奏啊 起伏啊 包括 分寸上呢 的的确确是 受过专业训练 肯定要比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好 但是 一个真正的好的演员呢 我觉得他是一种 对戏 对这个 角色 对这个生活的感受 是很重要的 包括一个小朋友 他可能对生活 根本就没有什么感受 但是如果你让他 去扮演一个角色呢 也许是 很困难的 如果你指定一个角色的话 但是如果你让他 扮演他自己的话 那么就简单多了 对 所以我在小的时候 我觉得 我碰到了很多 很好的导演 他们并没有让我们 去演这个角色 就说做回你自己 对 就是让我们在片场 在这个镜头前 就是很自然的 在那玩耍了 就是做你自个儿的事 蹦啊 跳啊 或者说 跟这个阿姨 撒个娇啊 跟那个叔叔打一场啊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呢 非常的自然 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到 这个戏里面去 对 那在从小的时候 您开始做演员 有没有想过 以后长大 有一天我一定拿影帝 要像某某某偶像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梦想 还是就是说 只是业余爱好 就是玩一下 我呢 说一个心理话 说个心理话 我是真的 因为 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呢 我 我就跟郭凯敏一起 演过戏 当时那个 黄祖魔导演 拍的那个 卢山恋 还有是那个 杨彦景 大哥拍的那个小街 结果 这两个电影里边呢 我都跟郭凯敏 配过戏 所以前不久 郭凯敏到休森来的时候呢 就 我一看到他 就是他还认得我 然后他们家孩子 也是郭凯敏的儿子 一看到我就 叔叔叔叔 就直接跟我打招呼 就过来 就是怎么说呢 我当时其实 我当我很小的时候 看到这些 所谓大明星的时候 大明星的时候 我就是心里面 由衷的很 很崇拜他们 我在想 我有一天 我要像他们一样 当个好演员 我的的确确是 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对 那后来你是怎么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一步一步去实现呢 有没有给自己一个这样 比如说这几年我要 一个记我是吧 对 其实呢 就是说 说这个呢 就是 其实很 很惭愧 我从我当时 当年我是 向往成为一个 演员 到我真正去 获得一点的成绩呢 我感觉我整整是用了 三十多年的这个时间 去完成 三十多年 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时间 是一个 真的相对来说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 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时间了 第二个呢是 就是说这个文艺圈呢 的地区确实是有很多是非的 对 就是说在 很复杂 很复杂 在老人家的眼里面 可能就是他们看的多了 他们觉得这个演艺圈是很肮脏 是非很多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说 与其过这样的生活 还不如正正常常的去 有一个很好的专业 过一份正正常常的日子 做好你自己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幸福 那么所以呢 我是 在我成年以后呢 就是说我是一直没有机会 去真正去做 这些 就是拍电影啊 或者导戏啊 这样的工作 但是呢 我从来都没有 放弃这样的梦想 把这些梦想呢 我也不仅仅是 深深地埋在心里 我也去做了 我买了相机 我买了摄像机 我尝试着在 就是说 现在这个我们说 digital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 对 就是说 自己来拍 自己来 就是说 自己先去学习 怎么样能够在一个 在一台电脑上 就能自己去剪辑啊 自己怎么能去做啊 对 也去尝试了 但是呢 我真正就是说 又回到电影圈 这个切姬呢 其实是 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 叫陈万宁 陈万宁呢 大家说陈万宁 可能不怎么很熟悉 但是说 宁财神 对 他的作品 对 大伙都 家喻户晓 家喻户晓了 当时呢 他的作品 就是说 《武林外传》 这是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呢 就是说要 当时呢 就是被看上了 想拍成电影 拍成电影呢 有上镜导演 上导演来拍 那么 但是陈万宁和他太太呢 就是很着急 就说来 要改成剧本 她说 哎呀 这剧本怎么改 我不会改这剧本 当时就很着急 那说 就请您来帮忙 就找我了 找我了 说你这笔头子好 你来帮我改这个吧 她说你有很多新词 你把这些新词啊 那个新的想法 你能不能帮我弄 放到里面来 然后怎么样做 然后呢 那我说 那有 你给我钱吗 付我工资 我付我付 我付你钱 但是陈万宁就跟我说了 然后 当时你也有没有想到 哇 这是一个 对我人生来说 是一个大机遇 我还当时 真不觉得是个大机遇 你没有预感 我真没预感 因为我是 这是一个幕后工作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哎呀 我帮朋友一下忙吧 他挺忙的 然后他 他没有写剧本这个经验 因为剧本跟小说不一样 所以 我就 给他做了分场结构 可能写了这些 剧情 然后还有是改了剧本 写了台词 结果呢 拿去以后 这个《武林外传》 就一下子 特别特别的火 当时我记得 《武林外传》是 这个收视率是在全国 是超过了9 是目前为止 是中国影视剧历史上 是收视率最高的 一部电视剧之一 对 并且所有的演员 一下子就一线 对 窜红 对 就是很多演员 都是三线四线的演员 一下子就 像鲨鱼啊 这些 对 一下子串起来了 就成为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演员了 对 那这个是一个切记 然后 这个切记以后呢 我就开始 就是做一些 幕后的一些剧本的一些改编 包括一些分场结构的一些改写 那么 那个时候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 当时我在上戏的一个 我们是那个是非常好的朋友 叫徐珍 现在的徐珍是成光头了 就是以光头徐珍 他是跟我关系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来找我 因为《50外传》这个戏 红火了以后 他就开始来找我 就是说帮他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改一些剧本 然后就陆陆续续有了那个 像无人区 港窘 太窘 包括我不是药神这样的 都是您参与 我参与了 对 编剧制作 对 就是编剧 然后有一些分场结构啊 一些后期的制作啊 这些事 这个太窘是票房神话了 对 我是觉得是拍的挺好的 对 很有意思 对 那就是在您创作的时候 什么激发了您的灵感 像这些喜剧创作 我觉得呢 这个艺术的创作和生活的积累 是密不可分的 而且是息息相关 就是说如果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家 他没有非常深厚的生活的积累和沉淀 包括个人的经历 甚至可以说是很复杂的经历的话 他是很难写出一个很好的故事来的 因为一个很平淡的很平凡的生活 是不会形成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对 一个一个作用 对 就是说您自身创作的时候 也要有很深的功力 就像是我们常说的 如果您要给人一杯水 您就要自身有一桶水在那里 对 我呢不敢这么说 就是说我有一桶水 但是呢 而且现在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文艺的作品 也不是说用大篇的这个文字去做一个说教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怎么样 生活应该是怎么怎么样 已经不是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的文艺作品 就是说 一个好的艺术作品 就是把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状态 生活方式 或者说 人的各种的思维方式 很客观的 陈列在观众的面前 让人们去感受它 让人们去品味 让人们在这个作品当中 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自己的反思 而不是说 你要怎么去做 而不是说教型的这个作品 现在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平行的 就放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大家看到了 所谓的喜怒哀乐 所谓的甜酸苦辣 你是怎么样去体会到 品尝到 感受到 对 我们汉特先生讲得很好 大家知道我们好莱坞电影 如果想拿很高的票房 我们有高科技 那些包括帅哥美女 那些就是很吸引人眼球的 打斗场面 但是这个像太久 这个电影 其实就是一个喜剧片 对 生活喜剧片 对 这个是很难去跟这个好莱坞电影 来做这个对比 但是他们的票房呢 却是惊人的相同 所以呢 我也想请教一下 汉特先生 这个喜剧的制胜点 你觉得在哪里 喜剧的制胜点呢 我就是觉得就是说 首先 这个喜剧的要点 就是说 我接触过很多 怎样能 让观众看了 我自己就说 大笑 我是一个很喜欢喜剧的一个人 而且呢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的人生当中 喜剧作品 喜剧大师 对我影响最大的呢 是左别林 我收集了大概有几百部 左别林的这个作品 所以你如果到去 我的那个Facebook上去看的话 有很多很多 这个左别林的这个 这个我 我我我我 我PO出来的那个 这个片段 城市之光啊 这样的 就是说 首先是一个要 能够打动对方的心理 就是能够让对方 看到你这个作品 在心灵神会的这一瞬间 你能够会心的微笑 对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只是一个很庸俗的 或者说一个 笑一笑完事呢 它是不会对你的心灵 有任何的启迪的 好的喜剧作品 就是说一定会在看了以后 会让人家 会让人的这个 会心的笑一笑 感觉到 哎呀 心灵神会了 嗯 这种笑呢 是 我觉得是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 对 这是一个喜剧作品的一个 就是最高的一个 最高级别 对 我很喜欢您这个解释 谈到了喜剧呢 我们现在再谈一下 你演出的这个角色 是一个比较悲剧的角色 对吧 对 然后呢 我想再请教您一下 演悲剧角色的时候 和喜剧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领域 您开始讲的太复杂了 就是开始讲那个 讲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喜剧 太高深了 您接着说 对 所以呢 我想请教您一下 您在演这个悲剧角色的时候 是怎样 融入这个感情 怎样能打动我们 我们说呢 在那个戏剧史上 就是说 悲剧 分悲喜剧 悲剧和喜剧 然后悲剧作品呢 就是说 以往呢 就是说 不管是哪位大师 他们都会 把这个悲剧人物呢 要去塑造成一个 所谓的英雄人物 这个英雄很重要 但是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 就是看惯了这样的 所谓的这个英雄人物 悲剧人物以后呢 其实 我们现在观众 有一些审美疲劳 反而会反过来呢 就是说 看一些小人物 这个所谓小人物的 这个悲伤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变化 对 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 都是很幸福的 而且也不一定 就是说 你一定会幸福 幸福是一种 可求 可遇 不可求 不可求的东西 对 所以说 如果说 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你会真的感到很喜悦 幸福来临 对 如果说 每天这个幸福都来啊 你肯定就 感觉不到 麻木了 就麻木了 对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 去塑造一些小人物的时候呢 就是说 在通过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去让人家去同情他 去找到 与其他人 生活当中的共通点 对 感同身受 这个是我觉得是 对 你说太对了 这四个字 Sky用得太好了 感同身受 就这四个字 就是说 你体会到他的感受 感受的时候 你就一定能够赞同他 就像最近有个电视剧挺好的 那个 你老师演的那个 挺好的 对 对吧 就是说他 在生活 他在这个戏里边 演的是和姚成 对 共演的嘛 就是说 很多这些 这些小小的动作 包括这些戏情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会心的一笑 觉得就是一个小 他不是个英雄人物 他真正可以说 他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 很不好的一个父亲 对吧 对 但是我们就会感受到了 也许我也是这样的 也许我的爸爸 也是这样对待我的 所以大家就认同他了 所以他就得奖 就是很简单 就是被观众认同 就是一定要 让你在这个戏当中的表演 能够有生活中 平凡生活当中的 很多很多的点点滴滴 对 能看到自身的阴影 在这边 是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塑造这个 角色的时候呢 我就 也是 想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 归纳了 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然后就是 寻找到了很多 生活当中 四五十岁的 这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四五十岁的这个人了 所以就是说 感受到很多我的朋友啊 我的亲属啊 或者我的同龄人啊 就是对待子女啊 对待家人啊 当中所我看到的一些 一些故事 就是把这些故事 把这些点滴呢 就融合到这个 这个电影当中去了 所以 很多人看了 我在电影当中塑造的 这个父亲的角色的时候 很多 女孩子都哭了 就说 我的爸爸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都在说 我看到你的表演 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 我对这个角色的这个演义 就是演绎啊 我自己觉得是 还是可以的 对 如果让您自己打分 您大概打几分 十分是满分 我十分是满分的话 我给自己打六分 哦 才六分 很谦虚 对 我就觉得是打六分就差不多了 您觉得哪里还可以进步 呃 就是说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呢 就是说 呃 当然 电影是一个被称为是 遗憾的艺术 当一个电影拍完了以后呢 我们都说 这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好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 还是有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进的 可以拍得更好 包括剧本啊 剧情啊 包括那个 更合理一些 呃 对我自己的表演也是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您当时有没有觉得我 入神了 就是比方说 呃 入戏了 对 就是说我已经和这个角色 融入到一体 因为很多演员就是说 拍戏的时候已经半疯半颠 我是觉得就是说 作为我自己来说呢 我进入任何一个去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我总是要求自己 用一点时间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这个角色去的 而不是说这个角色我要融入进去 就是说在每一个演出的时候 我都是要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角色去的 我就是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我 合二为一 合二为一 对就是这样子 对 跟你聊天很有意思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东西 呃 我想再请教您一下 您说 您当时上了上海 戏剧学院 戏剧学院 对对对 那关于艺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是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 对这是很多年前的 这是好好的回忆回忆了 对 还有上学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当时吧 就是 呃 一考呢 就是说 我觉得当时一考还有没有现在这个 现在好像是我看那个上系啊 北电啊 还有那个北影 北影啊 那个中系的那个 那个招生考 招生的时候 哎呀 真是 这是人山人海 特别难 特别特别的这个 这个人都挤不进去了 但是我们当时也是这样 呃 我们那个上系是在华山 华山路 华山路我记得那个考试到时候 也是校园里都是挤满了人的 就是排了很长很长的那个 绕着圈子绕着很大的队 然后去 那个去排队 进去有初试 呃 二试和三试 嗯 那么初试的话很简单 就是说唱一首歌啦 或者朗诵一下啦 或者说 对 呃 老师觉得这个形体啊 语音啊 呃 形象啊 可以的话就先 先先 先 先就 初试就过了 初试过了 然后第二试 然后就开始做一个小品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第三试呢 可能还是要 怎么样 这是表演戏啦 导演戏是要写一点 要有些语文上的东西 包括 呃 一些 那么 我觉得是 我考的时候是蛮 蛮 蛮 蛮顺当的 呃 因为当时是 呃 宋老 宋怀强老师是希望我去考 表演戏 但是 呃 于秋雨老师呢 就是硬把我拖到那个 导演戏去 嗯 因为 那宇老师说呢 他说我 他说我当时考那个 戏剧文学系就是这么 拖来拖去 给留下来的 你也得考这个 你有这个天赋 你得考这个 他说我就看中两个人了 一个是你 一个是韩寒 嗯 韩寒就是那个 后来那个 对 很出名的作家 作家 他说就是我就是想 就看中你们两个了 啊 但是呢 就说 去了 我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 这个困难 就是说 反正 过五关 攒六架嘛 嗯 你就这样进去了 对 当时一考的时候呢 我记得那一年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 我也有参加一考 嗯 考了电影学院 还有中系 但是后来 呃 因为比较难 所以后来没有学这个专业 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我当时考试哈 我们五个学生 站一排 有一个题目就是 上帝是人还是动物 嗯 很有意思 这个这个非常的困难 这个问题的确是 值得上帝是人还是动物 您听到这话了 上帝是人还是动物 对 我当时听到这个 我就在想 这肯定不能 他是让您做什么 做个小品还是做什么 就是做一个解释 做一个解释 对 我们五个学生 我大概是第三个 所以还有一点 嗯 就是给你想象 想象力啊 自己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呃 第一个学生呢 直接就回答上帝是人 因为可能时间太快了 我当时就在想 已经错了 上帝怎么能是人呢 对吧 对 第二呢 呃 轮到我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肯定不能回答 到底是人还是动物 对啊 我就说 任何事情都是双面性 就像我们那个佛字 如来佛 那个佛字 旁边是人 但是右边是美国的金钱符号 嗯嗯嗯嗯 对吧 暂且这么 可以这样解释 我就这么解释吧 对 所以任何事情的时候两面性 因为我知道老师考这个题目呢 就是要看你的想象力 嗯 你是怎么样机智地回答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是人还是动物 对 我就在想 上帝是人呢 因为大家就觉得 他是我们的朋友一样 我会给你倾诉 我会告诉你我发生的一切 我会向你祷告 希望你能来帮助我 这方面是人 但是为什么又是动物呢 就像我们每个人 在你孤独 每天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呢 呃 我养的也有小 小动物 小狗小猫 我也喜欢 对 所以我说呢 嗯 猫狗其实和人类是最亲近的 啊 并且呢 就是你说的话 他听不懂 所以你可以告诉他 你所有的秘密 对 所以呢 我当时就跟老师讲 上帝时而是人 时而是动物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嗯 我觉得这样回答 应该理解是对的 就像我们的那个佛字 旁边是人 但是他其实当时 可能造这个字的时候 不觉得他是 美国的金钱符号 嗯 对吧 但是呢 就是说 艺术的领域呢 就像我们每个人 他是一个发散思维 就像您讲 为什么我刚刚提问您 喜剧和悲剧 我就想听一听 您是怎样 阐述这两点 那个镜头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问您一个问题 上帝是人还是动物 您怎么回答 对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您 您怎么想 我会回答我说 上帝既不是人 也不是动物 上帝是神 上帝创造了人和动物 上帝创造了光 上帝创造了地 上帝创造了什么什么 这个七天的时间里面 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 对吧 所以我会说 上帝不是人 也肯定不会说 上帝是人 也不会是动物 上帝是一个造物组 是他创造了一切 我会这么讲 但是我这么讲 就是说 人家会觉得 这孩子看的书 可能挺多 但是这个思维 就是方式太 古板 太古板 对 照本宣读了 可能会这么想 对吧 那你这个回答 就是让人觉得 这孩子这个想法 是很多样性的 很跳跃性的 他会这么 也许老师会 所以您就是学院派 不是 我就是从小 就看书看太多 最后呢 我就是拿着 凭着这个 所谓的这个书本知识呢 跟于秋雨校长 都给争起来了 最后被 特别他们 被上海细旋 一脚给踢了出来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您跟 没被踢出来 没人踢我走 于老师到现在 还是跟我是非常好的 那个师生关系的 没人踢我走 就是 我就说 但是我 我喜欢争论 所以为什么 我跟您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就是您当时是和 于秋雨 于秋雨老师 于秋雨校长 对 他是很有名 他当时是校长 对 就是关于什么样的 一个细节的理论呢 您和他 不是 就是那个 因为 我其实 我是不想在那个电视机前 再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到现在还是坚持 我的这个想法 因为 于校长呢 我们的于校长呢 他是一个理论派 他是搞这个历史 戏剧历史的 这个理论的 这个研究的 他写了68万字的 那个 这个 那个世界戏剧 那个 戏剧历史论稿 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然后 68万字 68万字 对 这个是 真是 后来就是 作为是一个教材 全国的一个 戏剧学校的一个教材 来出现 于老师 真是一个非常有才 非常之一个 天才型的人物 然后 他是92年 好像就辞去了 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 然后是由那个 是妙盛校长 老师 后来担任校长 他后来就去 就去旅行去了 就写了那个 文化苦旅 就是写这个 但是我的感受 就是说呢 老师呢 总是要求 所有的同学呢 就是认认真真的 在课堂上 完成这个作业 然后呢 就是说 按照老师的要求 去学习 但是呢 作为我个人来说呢 我是觉得 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呢 就是 来源于生活 你必须要在 你这个角色当中 去找到你这个 这个灵感 对 你去分析这个角色 然后不要去想象 这个角色就应该是这样 他很可能就是还有 不同的东西在里面 就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 我们看 范伟的演出 范伟是我一个 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 就是说 不管是在 他在南京南京当中的 表演 对 还是在那个 《尔大有福》 你知道这个电影 很诙谐 或者是很 对 就是他 serious的一些 他在一个 那个 就是一个网吧里边 一边吃面 然后 叫烟 叫酒 就 这个所有的这些动作 就是说 出乎我们的意料 是意料之外的 一种表演 所以 当我们看到了以后 就觉得 这个非常的好 这个非常的真实 生活中有这样的事吗 有 而且一定有 但是我们平时 在电影当中看到了吗 没看到 因为 就是所谓的英雄人物 就是说 我们小的时候 看这个英雄人物 中了枪以后 总是倒下来了 他一定不会死的 他一定要把党费交完了 才会闭上眼睛 对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的 当时就是我的 这个这种理解 但是我这种理解呢 可能就是很出格 所以 其实我是小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 去 站出来的这个机会 就是说能够 得奖啊 或者什么机会 但是 就是给学校里 就给 给扣下来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文汇报 上海有一份报纸 叫文汇报 文汇报特意 就是说 用一个版面的这个篇幅 就是评价 就是我们是要教导 我们的是要教导 这样的学生吗 就是对我这个学生 就是对我这种 叛逆写的学生 很有个性的 很有 就是现在说是有个性 以前说这个孩子 就是有问题的孩子 就是很大的一个争论 所以这也是 可能就是当时 我就是不离开中国 不行的这个一个原因 所以说美国的文化背景 生活更适合你 对 我觉得是 我很向往 就是我从小就是向往 一个自由自在的 一个生活环境 而且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有权利 而且你也有可能 你去争取 去开拓 然后各种机会 你都可以去得到 但是你能不能成功 是你的事 就是你的能力的 但是机会 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对 那您最近有没有在做 什么新的影视作品 我最近呢 就是说 有几个电影的这个拍摄 其中一个拍摄呢 就是说 我们的秦鸿军老师 有一个剧本 非常好的一个剧本 叫做单程机票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它是反映了 这个美国的 修斯顿的一个华人的 一个生活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改写成一个 就是说 一个很凝聚的 很浓缩的一个 美国华人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 一个小社会 把这个呢 拍成一个 小电影 就是一个电影 一个电影 就是说 也许这个电影会 会得到很多的 这个观众朋友的 这个共鸣 因为反映的是 我们修斯顿的这个华人 与修斯顿的华人 息息相关的 这个日常生活 喜怒哀乐 这个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件事 对 但听这个名字 就很有意思 单程机票 单程机票 虽然说呢 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变化 就是说 到美国来是 来去自由的 到国外 一个中国人 可以到国外的 任何一个地方去 也可以随时随地地走 但是呢 这种移民的心态 这种单程机票的 这种心态 这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还是 深深地烙印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总是想 一张小小的单程机票 就是说 去赌一下我们的人生 我们能不能在 这个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呢 有更好的机会 更好的发展 就是说 更完美地 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是说单程机票 这个题目写得非常的好 对 这个电影我们很期待 那就是大概 这个电影会在什么时候 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我们现在也是在 筹划拍这个影片 所以说呢 如果说有朋友 希望喜欢影视表演的 我也非常希望你们能够来 参加我们的这个拍摄 作为一个群众演员来 参与我们这个拍摄 非常的欢迎大家 对 那您是男主角 还是参与 现在还是在一个筹划的当中 但是我是作为这个片子的导演 那个秦宏俊老师是编剧 我是这个影片的导演 那对于导演和演员 您更喜欢哪个位置 就是您更趋涉于哪个角色 这个问题我想了快40年了 还没有想明白 还没想明白 还没得出一个结论来 就是说 我想的就是说 我喜欢表演 但是呢 我更希望把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美好的 生动的 有趣的故事 变成呢 能够让人一眼看上去 一眼就能看明白的 这个一个视觉的一个作品 这个呢 是一种 很大的一种 就是说一个很有意义的 这么一个艺术创作 所以说 我既喜欢表演 又喜欢导演 然后您并且还是编剧 对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能够写故事 也能够编故事 对 自编自弹 自演 对 我想问您 您的人生最大的梦想 是什么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说 一个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就是说 有一个 很 宁静的 幸福的 一个生活 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是 其实是我人生 一个最大的一个梦想 就是说 你去做什么工作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过穷日子 过富日子 也都并不重要 但是呢 能够得到一个心灵上的 一种宁静 一种满足 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时间去实现你的梦想 去努力去做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 很幸福的生活 对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期待 很多人呢 就是喜欢演戏 喜欢当导演 但是呢 很难从这方面赚钱 养活自己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 您觉得 电影是您作为艺术 还是作为您的工作 我呢 差不多做了 就是说 在影视 这个 创作的这个世界里面 徘徊 徘徊 犹豫了快 近四十年 我自己的感觉是 如果 要靠拍电影 做电影创作去生活的话 那是几乎是不可行的 几乎是行不通的 因为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艺术创作 就是特别是电影创作的这个 这种方式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烧钱的这么一个 创作过程 对 它不是说 你有一支笔 一张纸 你就能创作 它要有设备 它要有演员 这演员呢 你也要支付他们的酬劳 而且呢 你要有场地 还要有布局 还要有美术 那么如果你 没有这么多的能力 去一个人去担当 各种各样的角色的话呢 你就要形成一个团体的 一个teamwork 一个团体的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呢 就像一个中小型的企业放在那 这个企业的运行是 有很多机制 有很多费用要出去的 那么 这个 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你说钱多钱少 钱少 你往往就是说 只能办很小的事 或者说呢 办不成大事 钱多才能办成大事 对 才能把这个事办得更好 那么 这个钱从哪里来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 所以 就是我自己本人一样 我曾经去 自己去制作 花了很多的钱 也问朋友借了很多的钱 结果 最困难的时候 可能 就是说 一个月 是一个下个月 我该怎么样去 连汽车加油的钱都没有了 我得该怎么办了 就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 对 但是呢 我想说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有这样的梦想 你不去做出这样的努力的话呢 你可能会懊悔 一辈子 对 所以呢 就是说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认认真真的 想办法去做 因为 你可能 花不了这么多钱 去拍这么一个 场景 但是你可以用很少的钱 去反映同一样 同一种思维 或者说 同一种概念 但是这个就是技巧的问题 就是说 你怎么能动脑子 去花最少的钱 去拍出你想拍的这个效果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利益最大化 那 就是说 花最小的钱去做 花最小的钱去做最大的事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机制 就是说一个人的才 才智在什么地方 就是使得这个地方 就我们看过一个 一个电影啊 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我看过很多这个 描写伊拉克战争的这个影片 这个花了几千万几百万美金 飞机 坦克 大炮 战士 枪战 这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的 它反映的主题 我们所想反映的是战争的残酷 我们看过很多都是这样的电影 对吧 但是呢 你去看一下有一个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活埋》 它只有一个导演 只有一个演员 它所有的场景 只是在一个摄影棚里面 一个小小的 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完成 一个堆了半盒沙子的 这么一个木箱子 它同样拍出了 非常好非常好的 惊悚的紧张的 这个电影效果 这本片子叫《活埋》 我把这本片子推荐给大家 有兴趣的可能 可以去看一看 《活埋》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一个小成本的一个电影 这是哪个国家的片子 这是好像是美国的片子 美国的片子 美国的片子 朋友们可以搜索一下 对 这个是非常的 几乎就是不花钱的 它就一个人拍一个人演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道具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木头箱子 然后开着这个口 摄像机就放在那 从上面从下面 然后自己打着灯光 然后自己都躲在这个箱子里面 就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但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获了奖 那应该是这个演员的演技 非常的好 这个演技 就是说我们说演技 还不如说这个idea 这个创意是非常非常的高明的 因为你换个演员 也能演同样的这个戏 但是这个创意是 可能换了这个人 别人就想不出来 对 对吧 对 你说的很有道理 活埋 对 活埋 听到这个名字的话 大家也就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对 是的 所以呢 您现在就是也拍电影 但是呢 尽量就是控制成本 对 就是说在 去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喜欢文艺的朋友呢 可以就是说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说 做 不要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 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而且呢 还有不要急于去 急于求成 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创意 有一个很好的点子的时候呢 嗯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 呃 不要马上把它去 付出于行动 而是尽量的让它沉淀一下 反思一下 也许呢 在一段时间的沉淀以后呢 你可能有更好的 这个主意 更好的内容 可以加进去 也许呢 有一些 呃 很 很冒失的 很粗陋的这个想法呢 自然而然就提出去了 然后你会有更精彩的 更好的补充 会给你这个作品 带来更好的一个收益 或者说一个更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任何一个 就是往往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就很急于求成 有一个好点子出来以后 马上就要去拍 哎呀 没钱 我借了钱去拍 但是呢 后期就跟不上去了 所以当你有个好点子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先沉淀一下 就经过一番沉淀 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呢 去做出一个更好 更精彩的一个影视作品来 来的话呢 我觉得会更有效 对 今天听您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您客气了 对 我们讲到了艺术 然后也讲到了您的一些 电影的制作过程啊 很有意思 那就是您下一步的那个 人生计划是什么 我 就是有没有说 下一步的人生计划 我现在是蒙大拿影帝 我 明年我要做干纳影帝 我其实是 真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说 要以这个拿影帝 或者是拿奖 作为我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 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人生的目标 我只是想 因为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做事呢 很有计划 很有周 一个周密的计划 我总是在想 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明天要做什么 我这个星期要做什么 我这个月要把什么事完成了 然后我今年最好能够把 能够做成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每一天呢 我都会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标点 我要去达到这一步 达到这一步 而不是说 这个是很好 我现在要去想 对 所以 我首先在想的 就是说笼统的来说 我只是希望我每一天 能够生活得很开心 很幸福 很自然 然后呢 去一步一步 踏踏实实的去把 我要去完成的这个 做好的这个工作 去完成它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您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对 我愿意做一个非常踏实的人 这样的生活习惯很好 就是我们不好高骛远 我们每天按照计划 每周每个月 把要实现的 先实现掉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在您的作品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 灵魂的存在 谢谢 今天很开心 Hunter先生来我的节目 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希望Hunter先生 在以后的演绎道路 或者是自身的职业生涯 都有更高的突破 很感谢我们Hunter先生 好 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Sky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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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